今天講的議題是退休保障。作為一個愛香港的市民, 老梁想告訴此無梁特水政府, 你們這群不平共匪走狗提出的所謂的《全民退休保障》方案, 資產上限無八盤水咸龍, 就每個月頭可以食其他納稅人乘3230咸龍的不以之財。 你們這群爛壇真是何時事啊? 玩共產玩到香港,老梁曾柏林和我妹妹曾偉林雖然小時候被人賣到唐西清樓做老舉。 都讀過那些中國古人聲言書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就應糞臥賀家產價。 為何要洗劫那些年輕人的錢來讓買那些年輕人都好飲好食的社會垃圾? 在此官商勾結,百物騰貴的香港, 連那些屋邨達都被零箭收賀賀賀, 那些大學畢業生上買一斤獨菜都說要三十咸龍, 三千二百三十咸龍可以每日賣三斤獨菜架。 計算特需政府趁賣電費就成億億升, 你們這群拿成幾十盤咸龍一個月的高官 就肯定不知何謂民間疾苦。 不知何謂民間疏出一個月賺萬六銀已經很好, 那些這麼冷血涼薄的說話呢? 好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 香港大學畢業生最少已經有萬六銀薪水架。 在雨傘運動時, 那些學生被特需政府逼迫要睡街, 那些年輕人被特需政府逼迫要在嚴寒天氣之下絕食, 導致要進入醫院。 這多作為父母官的事歪憤腸, 又有沒有拿著一支筆一張紙出你聽聽文言? 林鄭這條臭婆娘安日說說特需政府有財赤, 老娘聽到真是上了歐牙。 港珠澳大橋、高速鐵路、連堂後岸, 洞中是大白漲工程。 永無止境,斬見飾金逐樣最佳撥款, 還要擾個公務小組。 什麼都被那群民戰聯、公聯會、 以及公能組別的共匪走夠粗暴通過。 那些沒人負責的爛尾工程幾千億幾千億都不染多。 你和老娘說赤字。 你們這群狗官簡直是賊禮的。 今天掛著致死人紅旗的香港, 馬打向天開槍竟然是合乎警禮。 特水政府和香港馬打的規矩, 就像馬打的手臂般般, 可以隨時伸長縮短。 還有呀,我們其實都很擔心。 今天在樹雕圓共產黨特水政府之後, 明天家機就被,用自己的方式返回大陸的。 老娘真是希望享有生之年, 可以真真正正用家機香港人的690萬票, 好像台灣省的人敢來選代表家機利益的人來做官, 而不是要一個只有689票的蘭木偶落。 最後老娘想怎樣聖一下一眾高官、議員, 和香港馬打,又一件事叫做最後審判。 在這一刻,香港市民可能催你這群混蛋, 全家慘不賤象。 但是香港人可以放長雙眼來看著你這群混蛋, 將來怎樣面對天主, 耶穌,和聖神。 阿孟。